从新疆到河南跨越数千公里 武警河南总队南洋支队基层优秀干部阿里利江 在军营中一步步实现青春价值 在工作中他带领中队官兵探索出军警民共建民族团结机制 为驻地维吾尔族和汉族民众驾起一座沟通桥 谈到这些成绩他说红色夹锋是他成长的沃土 七月的南洋酷热难耐在武警南洋支队机动二中队 官兵们的训练却丝毫没有影响 正在组织训练的上尉就是阿里利江 我们中队的执勤巡逻政务非常重 只有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对大家严格要求 把大家的军事素质练墙 练出虎气血性才能确保高效处置各类情况 从小在新疆长大的阿里利江 高中毕业时以优异成绩报考了武警警官学院 做出此决定源于两位老兵对他的言传身教 阿里利江的爷爷是第一代兵团人 扎根大漠边行医边生产 爷爷的默默奉献感动了戍边群众 也得到了组织的认可 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阿里利江的爸爸也是一名军人 扎根军营39年从来无冤无悔 2015年时 阿里利江从武警警官学院毕业 当时河南总队需要一名少数民族干部 组织上想让他去 远离家乡和亲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这让他难以抉择 我拨通父亲电话之后 他说的很明白 我们作为党和国家培养的干部 组织要我们去哪里 国家哪里最需要我们 我们就要去哪里 刚到中队时 阿里利江的体重210多斤 最怕的就是训练 很多科目完成不了 一个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把阿迪丽江从军报国的激情逐渐消灭 也曾让他蒙生了回新疆的念头 当时我跟爷爷说这个事的时候 其实爷爷的身体已经也不太好 也不太好 爷爷跟我在讲 他说 必须要完成所有 这个党赋予我们的任务之后 才能顺理成章地回到自己的家乡 如果按照爷爷的这种逻辑的话 我可能就是等到脱下这种军装的时候 或者组织觉得我可以回新疆工作的时候 我才能回新疆工作 爷爷的一番话 让阿迪丽江意识到了责任与担当 从那以后 他开启了魔鬼式的训练 并长期坚持 体重从212斤减到146斤 不仅外表有了大变化 多数科目也达到优秀水平 阿迪丽江所在中队 驻守的是镇平县师傅寺镇 该镇是全国著名的玉交产品 加工销售集三地 有很多维吾尔族民众在此经商定局 近年来 阿迪丽江带领中队从生活帮扶 到联合社区开办汉语辅导班 再到探索出了军警民 共建民族团结机制 解决了当地维吾尔族同胞 与汉族间的语言不通和生活困难 中队先后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和全国雍正爱民模范单位 阿迪丽江也荣获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荣誉称号 我的爷爷和我父亲对我讲的最多的 就是要赶党恩 听党话 跟党走 正是因为党对我们少数民族的特殊关怀 我们新疆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生活才变得越来越好 我也要传承好这份红色基因 努力工作